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三關破證 不可否認的 這個 鮑爾 這個是美聯儲的主席 就是要硬著幹 你看他預計到年底之前 還要省喜無碼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從昨天的全球的股市 一直到目前為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基本上來講都是跌的 都是跌的 你看昨天這個法國指數 還跌這麼多 還跌這麼多 你看跌的加年兩百多點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昨天道雄指數的跌勢 就稍微有 還是跌了 但是那個跌幅就稍微收斂了 就沒有像前天跌的那麼兇 但是不可否認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目前來講全盤堅默 你現在看到那個紅色的 那個都不算 那都不是 你看包括亞洲指數 包括韓國的指數 或者日經來講 像今天日經的跌幅就算滿大 基本上來講韓國 韓國你看跌幅超過一趴 其實算跌得很深 跌得很深 你看我們跟韓國指數比較類似 你看也是準備要挑戰 要去回撤前低的 回撤前低 怎麼辦 這個利空又去不掉 然後呢 好不容易來的一點點利多 就對這個盤面 又沒有什麼刺激 所以我在昨天的盤面上 我就跟 我是不是跟他講 我說我們要去改變這個大環境 沒有那麼簡單 你說今天 你要去改變說 整個趨勢要 由空頭轉為多頭 也不可能說靠一兩個人力量 有辦法去改變了嘛 也不是靠說某一兩個人 去講講話 他就會改變了 所以根本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呢 就是只能從一些比較短線的主流 或者是未來有可能會主流的 這些個股去下手 所以你看這段時間以來 我也跟大家講 我也知道行情跌 我也知道大牌跌 你看現在跌得快100一點 現在跌快100一點 當然今天跌的股票 大概元凶還是在這個 比較偏半導體的股票 你看像聯發科 其他大概也不用去看太多 你看聯發科創新低 所以你看 當聯發科在創新低的時候 也可以想像得到 很多電子股 肯定會被受影響的 肯定會被受影響的 但是你看 比如說像聯發科創新低 可是有沒有發現到 但是你看台積電就還好 如果台積電也創新低的話 那大概我看大盤 大概連13000都看不到 如果這次台積電壓回 破433的話 大盤肯定破13000的 當然我們不要說是 不用去揣測有沒有這種可能 因為光壓IC設計 其實就可以把盤給壓下來 因為IC設計 佔整個台股的權值 加總起來 至少佔了將近4成 權重還蠻大的 還蠻大的 好了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電子股目前短信要好 恐怕沒那麼快 但是呢 有一個好一定有一個壞的 對不對 有一個壞一定有一個好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今天寒暗股就不錯 今天寒暗股就還可以 比如說什麼惠陽 這一些 還是比較集中在傘中的部分 那當然今天比如說像 我比較常常看的像萬海 這一些 也沒有在跌 雖然沒有把指數給撐起來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最近寒暗股 已經略有在有打底的味道 略有這種打底的味道 當然不是所有航運股 每檔都這樣子 我覺得這種抵銷指數 萬一 特朗普那種概念 你也知道說現在電子股在修正 那萬一連航運股也修正 萬一連其他 包括萬一連銀行股那裡的話 指數恐怕 不是只有你今天看他這樣跌而已 可能早就1398早就破了 就是因為有一些其他的類股 他是撐住的 他把指數穩住了 所以說目前看起來 比較麻煩還是集中在 偏向於 比如說半導體類股這一些 大概還是集中在那部分 當然每次看到 我這麼講好了 每次看到比如說像電發科 這種重量級的股 要在跌的時候 有時候我都去想 就說第一個 他現在這個叫補跌 他說我們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說大盤又沒創新低 他現在在補跌 而且還跌破前低 他是在跌什麼意思的 當然有很多原因 比如說營收還拉不起來 庫存等等等等 都有可能 因為股票會跌 其實你可以找到非常多他跌的理由 這跟漲一樣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他漲的理由 但是如果你現在無法找出一個 他真正去補跌的原因的話 我只能這麼跟大家講好了 通常來講這種就是一種 最後桿底的味道 最後桿底的味道 當然在最後桿底的味道 情況之下壓這種權重股 有他的一個道理在 因為壓權重股一般來講 影響到的層面會比較複雜一點 為什麼我說會比較複雜一點 比如說以絕大部分 你要看盤來講的話 當你看到權重股在跌的時候 比如說你很重指數的來講的話 你看到權重股跌你肯定股票會hold不住的嘛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到就是說 當然我不是說不能買權重股 不是說不能買權值股 而是說如果說今天 你是一個非常重趨勢這種指數的話 你會發現到 你去買權重股的話 當這種權重股一跌的時候 你跑都跑不掉 即使你會設停損來講的話 也跑都跑不掉 所以我覺得啦 目前來講這個盤 當然我不是說放棄權值股不去看 放棄權重股不去看 而是說要稍微調整一下策略 就比如說我今天策表寫了 第二條有沒有看到 突破年限的會什麼 是首選 我相信我們不要說看前幾天好了 我們光看今天就可以了 你說這些突破年限的股票 是不是可以成為主流 當然不是靠一兩支股票成為主流 但是在目前盤勢偏弱的情況之下 不可否認的 這些沾上年限的股票 我順便舉個例來講 你看這家明宣 自從他突破年限完之後你看 有稍微震盪但是並沒有大跌 但是就像我跟他提到的 突破年限是一個坎 大家懂吧 這個比如說我跟他摳起 幾分及格60分及格 能夠突破月限的勉強 大概只有40分的及格 能夠突破基線的50分 能夠突破半年限的 至少都有60分70分的及格程度了 所以大家都很懂嗎 就是說有時候在目前來講 因為現在畢竟大盤是偏向於弱勢的 也正因為大盤偏向於弱勢的情況之下 透過用技術分析的方式 來篩選這些強勢股 反而變得非常有效 這就是所謂的弱勢市場這種假說 就是說為什麼這種技術分析 通常在盤勢不好的時候 它特別有用 在大盤很強的時候 我告訴你 那都沒效 KD 鈍化 MA7D 鈍化 反正你也解釋不出來 為什麼指標會鈍化 你也沒辦法解釋 所以反過來 就是說我們在判定 某些股票 尤其現在大盤也不好嘛 反而技術分析有它的一個 特定的存在的意義 當然不是百分之百啦 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像明軒 你看今天還是持續的走強 還有像新路啊 你看這個都是回撤完年限之後 你看持續震盪走強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來啦 你看像今天我也發現到 今天的股票來講的話 當然不是所有的股票全部都是震盪年限的股票走強 我們來看一下像以今天來講的話 我發現到今天有個特色 今天最強的反而是跌身的 你看這個GIS 這是最好的例子 它算跌身的喔 有沒有看到 它算是跌身的喔 還有這個6788的滑井電 這個都算跌身的 今天的主流反而又跟昨天不太一樣了 有沒有看到今天的主流 你看都是這種跌身的 當然有少數基檔 就是比如說像美律啊 它是剛好突破年限 有沒有看到 這是我剛剛提到的嘛 你看突破完年限稍微震盪 然後持續的震盪 就是走著一種盤間的格局 還有我跟他提醒過的 九陽 真的你們不會選的話 選這種股票都可以 它也是突破年限之後 稍微在年限附近震盪 但是你看它今天還是持續的 怎麼樣震盪走強 就類似這種概念啦 還有一些可能比較大家不熟的 什麼航特啦這種股票 你看它是不是突破年限之後 你看即使短線稍微震盪 但是你看喔 它也沒有大跌 它也沒有大跌 大家懂得這個意思吧 所以今天比較明顯的 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的主流 比較偏向在跌身的部分 但是呢跌身的 我這麼講好了啦 有時候跌身反彈 看那天實在真的不準 通常還是要看一個週期 你至少看一個禮拜 至少看一個禮拜 比如說你今天我們剛剛看到 這一些跌身的股票 什麼GIS這一些 你也不要因為看它漸漸轉 哇做事 你看它跌身反彈了 已經確定止跌了 我覺得也不用這麼去看啦 包括像這個華景電也是啊 這個就是屬於比較偏跌身反彈 你也不要因為看它一天強 然後就認為它已經很強了 還是要稍微觀察 因為畢竟你看喔 它現在連半年前都還不能突破 都還站不上 所以這個時候照進 冒然的追進 有可能都會遇到一些 短線的震盪 有可能都會短套 除非你把它當充掉 有賺把它當充掉啦 好當然當不當充這倒不是 我們今天的重點 今天就是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現在目前來講 面對大盤拉回 你看喔今天的壓回 今天又是一個1800億的預估量 昨天也是 昨天也差不多 但是今天的預估 今天的賣壓就跟 又比昨天稍微大了一點點 今天的賣壓是真的比昨天大了 即使昨天也是跌的啦 但是今天的賣壓 它略有比昨天大 昨天大概是2000億嘛 因為在下影線嘛 今天你看就馬上又 大概又吐回去了 所以表示說最近來講的話 不可否認了 一壓下來 的確有人開始在這邊默默 開始縫低層階 我們從量的結構可以看得出來 只要每次一大跌下來 基本上來講 都開始有慢慢來承接啦 大家懂的概念喔 帶量下殺當然是不太好 表示說很多認賠殺出 可是相對的 也因為有人承接 所以他會成交 所以在股票開剛開始 就是說在行情剛開始跌的時候 帶量的話 通常來講 通常來講 短時間是它是不會止跌的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跟他強調 需要用一個量縮來徹底 原因就在這裡 可是你看最近一直都等不到量縮 但是還是有人不死心在那邊承接 當然你也可以說 可能又是三大法人 收命 互盤 承接等等之類 但是我覺得最近這種盤 大概不太需要去互盤 因為美聯儲升息 這個是既定的事實 這個又不是所謂的地緣政治 又不是像打仗 比如說像烏爾開戰 那時候剛開戰的時候 會需要互盤 所以目前來講我認為國安基金 進來在買股票的可能性比較不高 所以現在的觀察 在沒有任何的一個消息面的干擾 情況之下 有利空稍微測試一下底部 也不是什麼壞事情 事實證明 每次只要發生大利空 一測底完之後 那個時候醞釀的主流 都是後面非常非常強勁的主流 但是這個底要測到哪裡 就是個問題了 要測多久 這個就是考驗每個人 對盤勢的觀察 還有一個耐心的程度 當然不可否認 在打底的過程之中 很多投資者 他其實是很沒有耐心的 因為畢竟大家都比較偏向於 急功近利的嘛 最好就是我今天買 就可以馬上看得到 我可以賺多少錢 就跟開門做生意一樣 我今天一個門打開 什麼一個客戶都沒有 那當然啊 你的心情肯定不會太好了 那股票市場也是一樣 就是說 我知道大家都是希望說 比如說當我今天 比如說當大盤有主流的時候 比如說即使沒有一個很強勁的主流 但是總是希望能夠有一些 比較偏向短線的收益嘛 所以你看像我在前兩天 有些股票我都是做價差的方式嘛 你看像今天 你說雙紅他壓下來那要怎麼樣 我們昨天價差賣掉啦 賺得不多啦 昨天賣166吧我還記得 好像166還167嘛 那前天也有賣嘛 對是前天賣的 前天賣我昨天沒有動 是前天賣的 我們就是做一個短線的價差 包括像新唐 今天很弱啊 但是我們一樣啊 125塊那邊有價差先出嘛 要壓回 比如說又壓回到一個支撐的時候 要買再買嘛 就是這個概念嘛 就是說在很多股票 它還沒有開始大漲之前 它會震盪 就因為它會震盪 所以你只能高買第一賣 或第一買高賣 先賺累積點價差 把你原本應該要賺 假設 比如說 打個比方好 比如說你一單股票 你預計要賺兩層 大概兩支停板嘛 你可能這兩支停板 沒有辦法一次把它完成嘛 那你可能做兩趟 兩趟的價差 或三趟的價差 還是一樣可以賺到兩支的停板 就是這種概念 等到它確定突破完之後呢 後面的事情後面再講 那又是另外一種 行情的規劃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昨天講的股票今天又弱 你看像昨天 資源還不錯啊 今天又下來 對不對 你看像昨天 川普也不錯啊 今天又下來 表示說 最近的股票 我這麼跟大家講好了 你說一天大漲 一天大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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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我覺得有好也有壞 暴漲暴跌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它是醞釀後面更大的漲勢 那它這邊稍微震盪一下 我覺得是合理的 最怕的就不是 運量後面最大的漲勢 最怕的就是 運量後面更大的跌勢 也會暴漲暴跌 所以關鍵還是在哪裡 一定要量縮 只要量縮 基本上來講 它即使暴漲暴跌 急拉急殺 急拉急殺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運量後面更大的漲勢 那麼起伏大 倒不見得是什麼壞事 反而很多股票 因為這樣暴漲暴跌 很多投資民會退卻 本來我想買的 哎呦 早上起了不錯 今天要買就打下來 那先不要買好了 當這種想要去搶短的人變少的時候 股票市場它自然就會落底 很多股票自然會落底 那個時候就是一個 絕佳足底的好買點 但是這個時間點還沒到 為什麼還沒到呢 大盤還是不量縮 它還是不量縮 所以呢 當然啦 我也很難去告訴大家說 到底量縮到多少是最好 但是在我的觀察裡面 在我的標準裡面 是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其實大家知道 大盤現在是準備要回測 14000點 如果你要回測14000點 都是帶這種量的話 那我告訴你 那14000是很難守得住的 它一定要量縮 它一定要量縮 所以呢 當然啦 我覺得 我個人的看法啦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什麼十足把握的 當然你可以等到大盤趨勢比較明朗 簡單的講 當大盤你去搭出兩根長紅的時候 你再進場 也可以 就像上次一樣嘛 大家懂得意思嗎 你可以等大盤出現兩根長紅之後再進場 等到這種反轉訊號比較明確再進來 也許前面這幾百點也沒賺到都無所謂啦 但是如果掌握度好的話 說不定你看像我們這一波1500點就有嘛 對不對 掌握度好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等兩根紅K出現了之後再進場 也可以 也可以 我個人覺得 或者是有出現跳空缺口也可以 大家懂我意思嗎 就說 如果他不是以兩根長紅或者是以跳空缺口出現的話 也可以進場 也可以 但是目前看來是沒有啦 目前看來是還沒有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把握的話你可以等 當然如果你有把握的 也不是說有把握 就是說 比如說 你手上現在有點資金的 那你覺得這邊也不視為一個佈局的好點位的話 就像我講的 這一些目前已經突破年限的股票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就看你怎麼選 我們等一下回來聊好了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好 好 全兄弟們 明明ケ turkey 我們聊聊天 ılı子 好 到底这些突破年限的股票怎么选 当然有诀窍 也不是说一突破马上就追进去 这个就是一个技巧的问题 那当然啦 就是说这些突破年限的股票 如果它具有比较特殊的一些体材性 它的格局会比较更强 打个比方 你看这家雷虎 我们知道吗 最近这个无人机的议题吵得多凶 对不对 那当然以雷虎来讲的话 它是做这个遥控 算遥控玩具起家的 包括什么遥控车这些的 所以它对这个切入这个无人机的领域 对它来讲也不难 只是换个玩法而已 那你看像以这个雷虎来讲的话 它其实也是很早之前就突破年限的 它只是在年限附近在那边震荡 那懂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有些股票可以立于年限之上不败 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体材性撑着 不然的话可能早就下来了 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就是说 今天我们即使在选股 即使我已经给一个方向了 我们来选这些突破年限的 那也要这些股票能够撑得住 大家懂吧 如果说好不容易突破年限了 但是这个体材性让它撑不住的话 那很有可能突破年限反而是高点 更应该要卖股票 所以在选股上来讲 就像我跟他提到的 你看像我们昨天跟他分享的这一档 车用的相关的 也是突破年限啊 站上年限啊 你看你看最近大盘爆跌 它完全没有被影响到 但没有发现到 股价还撑在年限制上 半年限制附近撑得很稳 我现在只能说它很稳 我不能说它一定会很强 那有没有可能稳中透强 等它拉回再找买点就可以知道了 这种选股的逻辑 还有包括这档也是一样 股价不高 从底部你看到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 把所有的均线 把它整理完之后呢 目前也是突破年限 这是不同的概念哦 这是不一样的概念 大家懂吧 都是以年限为一个标杆 但是这是不同的概念 最近的表现也蛮抗点 也蛮强的啊 也是都坚守在年限附近那边震荡 就比较 就是先进入一个整理的阶段 因为大盘毕竟最近比较差嘛 还有包括这一档 对不对 你看也是一直守着年限不破 昨天创新高完之后稍微震荡 我们昨天是先稍微做个价差啦 昨天 昨天有先扣出先做个价差 然后今天把它接回来 这都是一种选股的方向 因为我刚才提到的 你要看它的体材能不能支撑得住 如果这个体材支撑不住 它在年限附近的话 说真的 它最后的结果还是要下来 所以这又牵扯到 所谓基本面的选股 大家懂吧 就说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我个人的看法 能够沾上年限的 真的 要好好的去看一下 不是把它放弃懂吗 也许你觉得说 做事可是你看 我们这边没有买 这边没有买 你们现在去买这边 会不会高啊 我们当然不是现在去追高这个点 现在就是说去看那些 还守在年限附近的 或者刚突破的 打个比方我刚刚不是有讲吗 你看就以这个九阳来讲的话 你看 当然现在可以回去买这边最好 如果你知道今天会突破年限 一定三十几会在那边拼命的买 相对的嘛 可是现在比如说 它已经刚好突破年限在那边震荡 这个情形就很像 你看金星科 你看它是不是很早就突破年限了 它是不是都没有发现到 它突破年限在附近 它最近都在盘整 有点涨不动了 这个就不是我们的讨论范围内懂吧 因为它毕竟是从底部起来 这个我们是从底部上操作起来 是做一个波段 我指的是做类似这种 最近才刚刚突破的 大家知道 大盘现在是要往下探底 有些股票 它是刚好突破年限 正在做整理 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 大家懂吗 当别人在那边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先突破年限 等到大盘稳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些领先大盘突破年限的股票 后面的爆发力 这是一个想象的空间 大家懂不懂 当然我不是说叫你去买九阳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思路 一个概念 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股票 我个人的看法 你看我们昨天分享的 这个战战连线的 这个更早之前是九阳就跟他提醒的 这比较低价 还有像这个 我们现在手上来持股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 就我这个礼拜的操作 因为今天刚才有新手 就我这个礼拜 这样子实际运作下来 买这些战战连线的股票 几乎党党都赚了 别忘记哦 大盘这个礼拜都是跌的哦 大盘几百百 人算是六五天 大盘这个礼拜连续跌五天 但是大家知道吗 我去押 我去操作 我带会员买这个战胜年限的股票 我们都是党党都赚了 我先不透露是哪几党嘛 但党党都是赚的 你说是这样这么神奇的事情 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押这些年限的股票都赚 满满的证明给大家看 满满的证明给大家看 好啦有兴趣跟当作法师脚步的呢 都可以分配你跟我们相当助理进行联系 那当然啦 今天大盘毕竟还是比较偏弱势的 我这边强力的建议大家啦 做好换股的准备 有些股票如果真的不行 也是准备把它换掉 尽可能把它换到那些有机会的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来讲 也是一个算太弱留强的一个很好的时机点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这个切换的话 没关系 今天加入作法师的粉专业 给粉丝团可以透过这个粉丝团 可以进行咨询 我会把我的看法跟我的意见 还有我对的一些建议吧 到时候再给 透过这个粉丝团给大家做个建议 好不好 好 那更精彩的内容呢 还有一些操作的部分 我们就在笑 再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报告好了 节目最后预设 预设这个 预设所有的投资朋友的 操作顺利 我们下期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